嗨大家好,我是机器,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Tumbo的一个学区房 它的高中不是特别好,但小学中学都是十分的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 79万9千美金的报价基本上就是一个准新房了 这种房子会相对比较抢手 因为它就在99号高速路旁边 是一个位置非常好的房子 它离中国城差不多就是四五十分钟的样子 其实离中国人活动的区域并不是很近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房子,就请看下去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个房子的外观 有点法式风情,又有现代风 非常漂亮的房子 前院被打理的也很好 穿过这样一个padio,推开门 就是一个高条又宽阔的空间 在入门的右手边呢,就是主餐厅 主餐厅的对面是带着定制书柜 而且拥有着高条顶的书房 书房的旁边呢,有一个权位 这个房子是有四个卧室和四个卫生间的 所以它连客用的卫生间都是权位 我们往里走来到的就是开阔的厨房空间 以及它高条的客厅 六扇大窗户加上十目白叶窗 光线十分的充足 空间感真的非常的棒 这大概就是高条顶的魅力 这应该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高条厅的原因 在客厅的旁边呢,就是早餐厅 厨房其实也是非常的宽敞 我们现在去一楼的主卧看一看 主卧有这种半呼形的落地窗 往里走主卧的卫生间 有浴缸,双洗漱台 女主人的化妆台 不如是淋浴间 还有定制的不如是衣帽间 它做了很多这种定制的柜子 这里是一个马桶间 从主卧转回来 我们就又回到了客厅的区域 穿过厨房呢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备菜厅 备菜厅 穿过备菜厅 这就是我们刚入门看到的主餐厅 哇,这个水晶吊灯 真的很精致很漂亮 像样板街的感觉 好了,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一看 上了二楼 这就是一个开放的活动空间 它还做了一个小小的这种吊顶的感觉 右手边这个呢 是一个套房 楼上一共有三个卧室 除了这个套房 另外两个房间是共有一个洗手间 而且这个套房 这个套间的卫生间是带窗户的 在这个套房的对面呢 这边是一个放映厅 这边呢是有两个卧室 这是第一个卧室 这里是洗漱台 转过来就是马桶间和浴缸 穿过去就是另外一个洗漱台 出来之后就到了楼上的第二个卧室 就是共用卫生间的第二个卧室 从卧室里出来呢 这又回到了活动室 这就是楼上的构造 好啦我们现在去后院看一看 它的楼梯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平台 应该可以用来放一些装饰物摆件什么的 应该也很好看 打开门后院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paddy 不是非常的大 虽然它的休息区不是很大 可是它的后院却足够的大 如果想见泳池什么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房子 如果您对这样的房子感兴趣的话 欢迎联系积极地产团队 加我们的微信 或上我们的休斯顿好房网 看更多房源信息吧 我们下期见 拜拜